会议应出席代表2977人,出席2946人,缺席31人,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。 习近平、李强、赵乐际、王沪宁、韩正、蔡奇、丁薛祥、李希等出席会议。 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、主席团常务主席、郑建邦主持。 大会执行主席马逢国、王炯、林武、易恋红、郝鹏、胡昌生、徐林、黄楚平,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坐。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,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提名,决定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务委员、各部部长、各委员会主任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、审计长、秘书长。 分别表决14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、监察和司法委员会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委员会、 外事委员会、华侨委员会、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、农业与农村委员会、社会建设委员会、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委员名单草案。 会议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李强、关于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人选的提名信。 会议宣词 会议宣词 经过写票、投票、计票、十十九分、主持人宣布 丁薛祥、何立峰、张国清、刘国中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、李尚福、王小红、吴正龙、慎怡琴、秦刚同志为国务委员。 主持人还宣布了国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各部部长、各委员会主任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、审计长名单采用吴记明按表决器的方式,分别表决通过了八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。 各项名单通过时,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 根据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,全体会议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,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务委员、秘书长进行了集体宣誓。 14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、国务院各部部长、各委员会主任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、审计长也进行了集体宣誓。 一场请募集体室